大家好 我是渝夫 欢迎再度收看 选举万岁现场直播 最近天气变化多 候选人出门请小心感冒 说到变天又敏感起来了 因为我们知道 民进党的省长候选人陈定然说 这一战是 结果我们的连藏院长一听到 就非常生气就感冒了 他说变天变什么天 不过变什么天由我们人民来决定 各位你认为 陈定兰的变天论 是会变成充满阳光希望的青天 还是变成乌云密布的阴天 或者是要问问气象局才知道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话题 是我们这个黄大洲市长 抽到了四号 四号好不好 等一下有我来问黄市长好不好 dass 我也 ederim 黄市长 這個什麼四郎探母啦 奇怪 我講到四郎探母 主要是說四海之內接兄弟啦 而且我黃大洲的話 其實我是跟市是非常有言的 比方說你看這個 我這個捷運的這個這個造價的話 是四千 四百 四十 四億 總共就有四個市啦 另外的話 你看 像我當初這個 當這個台北市的秘書長的時候 我也是當了四年 另外我當這個市長 到目前為止的話也是四年 還有我年輕的時候 我大學的時候也是讀四年 沒有讀五年 沒有... 沒有... 所以我現在抽到四個的 市字這個號 我想是對我是非常有利的 因為這個市到底象徵什麼呢 就是象徵說 我黃市長 未來還可以再做四年 對不對 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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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大洲 黃市長 你還忘了 捷運出軌也是四字喔 我想... 我想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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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要提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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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想我們就... 我吉恩是有天象嘛 我想我們都比較提 比較吉祥的那個市好不好 我不要在這個時候 出我這個黃大洲的眉頭 我想最重要的喔 因為這個台北市喔 目前的話這個 最重要的不是我想什麼什麼 捷運出軌啦 或是什麼什麼什麼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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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不通車的一個問題 我想現在台北市民 我想最大的問題是面臨到的是一個 暴力威脅的一個問題 你看喔這個另外兩黨的一個候選人 你看喔 他們這個這個製造起來的一個 暴力的一個氣氛 這個讓這個台北市民 非常的困擾 尤其喔 我想大家都有一個這個這個經驗 就是大家每次要去坐幾乘車的時候 尤其現在要去最多 出去坐這間車的時候 你們都要準備好兩面旗子 你看如果說是全民計程車來的話 如果你拿的是黃色的這個 新檔的旗子的話 我想你就會被扁 那如果... 那如果說... 如果說... 如果說是這個這個... 如果說是你看到的是這個 這個照照... 知識照照康的這個計程車的話 如果你拿的是這面旗子 就像我如果說我拿的錯的話 我想你也會被扁得很慘 我想... 我想說台北市民 我想台北市民 我想這個...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事情 因為很多這個國外的觀光客 現在來到台北市 看到這個現象的時候 都會以為還以為是當年的貝魯特 以為是這個好像... 化身了什麼都市的戰爭一樣 另外我講到這個旗子的事情 我就覺得我很沒有面子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你想想看 你們看到陳水扁的這個旗子 在台北市插的滿天都是 他當初做了十萬面 那另外你看像這個黃色的旗子 照照康他照一半 他做了一半五萬面 也是在台北市 也是到處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呢 我當初做了兩萬面的旗子 面子本來就比人家少了 但是還發現 我只要是出去的時候 看我的旗子原來插得好好的 結果後來沒想到 第二天早上起來 發現那些旗子都被拖了啦 尤其是你看 螢幕總局勤 我看你們這幾個旗... 後面插的這個旗子 幾根旗子就非常的面熟 我希望說 你們如果不要不要 到處亂看 拿東西好不好 我換到時候已經很慘了啦 這次已經非常的慘了啦 所以你看我希望說 你們不要再讓我覺得 好像沒有面子 我希望我把我的面子 都能夠掛到台北市 每一個角落去 好不好好不好 對不起 市長 我是記者 有一個問題能不能提問 好像這個時候 一婚 可以啦 可以 請問嗎 好沒有關係 好像有文必答 有文必答 請問黃市長 現在那個陳水扁控告你 您打算什麼時候出庭 還有您的文宣上面說的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想 這個記者 你是哪一台的記者 你是哪一個記者 我是台北新鄉的記者 喔 台北新鄉電臺 那不是國民黨的地下電臺嗎 不是他在試播嗎 我想 不對 我想在試播沒有錯 不過我想這位記者 我想 你在試用 好 如果說正式看播的話 我想大概可能看不到你 我想 我忘記那個 各位 我們現在呢 看到的這個語音投票呢 是情時多雲 偶正瑜 雖然有人 很多人主張青天 但是也有人主張陰天 那麼 到底結果是怎麼樣 請你趕快打電話進來 我們這個節目 非常有很多人看喔 那麼 我們知道今天 國民黨的審長候選人 宋楚瑜先生 目前在台中線 舉辦了一場 聲勢頗為浩大的 這個造勢參會 現在我們請 自由時報的記者 為我們做最新的選情報道 自由時報記者 請說話 喂 自由時報記者 請說話 你好 主持人好 我是自由時報記者 許勝梅 是 那麼我們知道 今天宋楚瑜在台中 辦了一個造勢參會 現在目前情況怎麼樣 可不可以為我們做 最新的選情報道 自由時報記者 喂 我是 請你說 目前的這個 台中線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 是的 喂 我是自由時報記者 許勝梅 我現在站的位置是 台中市光復國小的大操場 台灣省主席 宋楚瑜現在正在舉辦 他第一場的自辦政見會 有將近四千的民眾 正在這個大操場上 看宋楚瑜的處女秀 不過 令選民非常失望的是 他們很想看到的 諸葛亮沒有出現 還有 內政部長 吳伯雄原本答應要來助選 但是今天也缺席了 不過這裡還是非常的熱鬧 宋楚瑜跟陳定南的競選陣營 今天都放了煙火 非常的漂亮 也顯示省長大選這個煙火味十足 OK好 謝謝您 這個其他的這個進一步的情況 請看我們晚間11點無線夜報 會有更詳細的這個報導 那麼我們知道現在連執政黨 他也要辦地下電台了 那麼會不會重演超台事件 休息一下 我帶各位去看看 地下電台是年底選戰中的新興媒體 激烈的言論批判的色彩 以及過去幾次的超台事件 街頭流血衝突 都使得他成為今年選戰中 無法被忽視的媒體 而隨著選戰的逼近 地下電台不但已經儼然成為在野黨的文宣發射戰 政黨之間也為了爭奪這塊新開發的言論戰場 正展開激烈的空中大戰 台灣這個有史以來 第一次這麼大規模的一個選舉 每一個參與的人都非常happy 我覺得正主義發揮 他所謂真正要爭取言論自由 突破媒體壟斷的這樣的一個節骨眼 以目前電台的狀況 當然把我們民進黨的主選 那這個也無可厚非啊 所有的媒體是在辦國民黨主選 選舉的期間再去做那種 50-50這種平均的報導的話 加上他們百分之九十幾的這種報導 我們認為是差很多 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地下電台業者 各部會員的表示 將在年底選戰中全力為民進黨造勢 只是多數地下電台當初成立的目的 是為了打破媒體壟斷抗議報導不公 如今他們卻又自願作為民進黨的 文宣及先鋒 這對媒體的社會公器角色而言 是否造成傷害 已經成為國民黨和新黨人士 質疑的焦點 幾乎所有的所謂的非法地下電台 大概都是罵國民黨的 就是很公平的說話的幾乎是沒有 我們希望的是媒體公開 媒體公平公正公開 不要媒體只為少數的政黨或政權壟斷 他們也要籌組地下電台 他們也有真相新聞網 在這些電台裡面 基本上他雖然是反國民黨 但是他並沒有因為他反國民黨 所以他講出來的話是不公正不客觀 許洪奇先生他一直強調 台灣之身只是一個階段性的任務 當台灣的媒體完全開放公平以後 台灣之身也不需要了 不過也的確 質疑歸質疑 為了不在今年選戰中 成為唯一沒有聲音的政黨 吃了悶虧 新黨黨員也在月前 匆忙成立了一家新思維電台 為新黨在年底的空中大戰 搶得一席參戰空間 這些朋友我又認識你的聲音 你老是利用我們的時間 要佔我們的線 我拜託你拜託你 拜託你在這裡誠懇地呼籲 希望我們自己行動的朋友 多多利用我們的電話 不要讓我們這些無聊的朋友 來佔據我們的時間 我覺得壞事做盡 實在與事實差距太遠了 那我們難免也不得不辯護一下了 事實上除了反對黨既國民黨之後 同樣對地下電台形成壟斷外 今年選舉中還有另外一個現象 也引起公器私用的爭議 那就是地下電台負責人 及主持人的參選熱潮 參選跟電台是兩回事 我不是因為電台的知名度而參選 也不是因為我要參選 所以來弄電台 我絕對不在節目裡面 談我的選舉 雖然我本來參加這個省議員選舉 電台所能幫助的這種造勢 也並不見得很大 強調早在電台工作前 就已經決定參選的陳正德 則說 公器私用的並不只他一個 黃大洲 宋楚瑜 他是不是在公器私用 事實上他們是在運用 他們手頭上的行政資源 每天都在用 秦琴四點到七點的節目裡面 他講過他才選 那種東西才叫做公器私用 代表新黨參選台北市議員的 電台組織人秦琴 對於自己被地下電台反咬一口 批評為公器私用 顯得非常不以為然 我沒有時候我打開麥克風就說 聽眾朋友投我一票 許容奇他是有一個政治訴求的 這樣跟選舉來講 如果有人說他是公器私用 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地下電台興起後 一群關心政治不滿現狀 行動力十足的地下電台族 也在族見成形中 這個多次出現在地下電台發起的 街頭運動中的族群 是否將在年底選戰裡 以具體行動展現對國民黨的不滿 或對電台反對黨的支持 特別引人關切 革命黨表現很蠻紅的態度 要做票 或者是要鎮壓 那麼這個民營一爆發 老實說即使沒有電台在鼓動 照樣會發生狀況 地下電台的非法存在 原本就是叫政府頭痛的問題 如今時逢選舉 地下電台和聽眾族群 對政府來說 更像是個危險的不定時炸彈 隨時都有引爆的可能 政府會不會挑戰選舉敏感時刻 再次進行超台 這除了是一般民眾和地下電台 都好奇的問題外 也考驗著政府的智慧與魄力 選舉期間會不會又有其他的超台行動 當然會有 我們已經預料到了 一定會有 國民黨知道他快要輸的時候 就一定會有 執政黨的思考模式 讓人家覺得很不能理解 如果他要再來超台的話 其實他要付出的 政治代價也相當大 如果我們因為選舉就有法律假期 那麼什麼時候不能有法律假期呢 我現在沒有明確的取締計劃 就是有也不會告訴你對不對 媒體的公正性是每逢選舉 都會熱烈討論的話題 為了凸顯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地下電台在今年選舉裡 展開了強烈的反撲 但是除了發出不一樣的聲音 均衡一下之外 地下電台似乎應該在對 媒體的社會公器角色 以及社會責任 做更深層的省思 才能夠走得更長更遠 否則 也不過是陷入另外一種 言論壟斷的畸形迷思罷了 我們的電腦語音投票已經停止了 顯然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是主張變清晨比較多 那麼主張問氣象局的朋友 你跟我一樣幽默 好 明天同一晚上 記得收看在李濤的全面開獎之後 收看